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巴尔斯多瑞 是在解释摩洪波罗波罗命迹的 巴尔斯多瑞 他是在解释摩洪波罗波罗命迹的 这个摩洪就是大 这个摩洪就是大 这个字就是波罗 这个度到比安就是波罗命 这个论就是解释经的 摩洪波罗波罗命迹的解释 这个论就是诗经论 解释经的 那我们说论有两种 有诗经论就是中间论 那这个摩洪波罗波罗命迹 一般大致就是这个是 纠摩洪波罗斯班里的三诗卷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三诗卷本 那也有诗卷本 那这个都是属于摩洪波罗命迹 那这个同本意义 这个一般来讲 把它解释叫大品波罗 那大品波罗就是相对于所谓小品波罗 那这个大品波罗 它基本上就是从 这个一万 一万 就是说一万八千兽 或是说两万五千兽 这个是两万五千兽 两万五千兽 这个是一般我们讲 一万八千两万五千 这个都是属于大凡波罗 换洪是一万八千兽 跟两万五千兽 那这个三诗卷本 那这个三诗卷本 也是两万五千兽 两万五千兽的波罗 那相对于 这个我们大品波罗 一上中下的表 我们说波罗里面 波罗经啊 波罗经里面 它基本上分成四个阶段 就是它是从 从少到多日 从多到少 波罗经是这个过程 那 原始波罗 原始波罗 是最初的 大概相当懂 你倒前波罗经的倒前品 那么 再来就是所谓的下品波罗 这个大概在西岩浅五十年 西岩浅五十年 就开始流浅 西岩浅五十年 这个流浅是在西岩五十年 就是中间相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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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瓶 上瓶 上瓶基本上就是 大多人间里面的 我们叫做十万兆 大概就是第一到第四盘全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 就是所谓的 我们跟它简清叫做大品 又叫做中品波尔 大跟小是在分数量 那中分品是上中下品 那下品是最早 就叫做中品波尔 中品波尔街 大概我们现在要 讲的大致论 它是在解释摩托波尔波尔密集 那这个摩托波尔波尔密集 也叫做大品波尔 也叫做中品波尔 那这个中 它的一个我们说 原始波尔的时候 它只是讲乌我 加上讲乌我 或是讲诸法如宋 那像金刚经有原始波尔的部分 因为金刚经没有讲乌 它就讲乌我 那 那 如果菩萨 正格乌我法者 如来说明正式菩萨 到下品波尔的时候 到下品波尔的时候 就开始讲空 就开始讲空 原始波尔还没有讲空 到下品波尔开始讲空 到中品波尔 就有很多空 七空十四空 到十八空 到上品波尔的时候 开始讲石油不上 那就不太一样 就是它的一个波尔的一个发展 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中品波尔 这个中品波尔 基本上翻译过来的 最早的就是朱世行去拿威亚 他没有拿威亚 他拍他的地址拿威亚 他云田 叫做泛光波尔 泛光波尔街 那么另外有所谓的光帐波尔街 还有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摩赫波尔波尔街 光帐波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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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摩赫波尔街 这三个都是同本意义的 就是我们要讲这个大字论论解释 就是要讲解释波尔街 在这个解释波尔街的大字论之前先知道 我们现在在读的到底是哪一块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摩赫波尔 那都是属于所谓的中品波尔 中品波尔可以说 就从一万八千兽到两万五千兽 基本上 那到荣素时代有两万两千兽 就一万八 两万二 两万五 波尔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到最后有荣梭 像金刚天其实也就是从原始波尔 到这个中品下品它有荣梭 那像金刚天有原始波尔部分 就是没有讲空 就有所谓的后期波尔 沙门波尔的部分 它有讲所谓的五眼 肉眼天眼 那么 过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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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我们稍微 就是在读波尔经的时候稍微知道的 那这个是 那我们说波尔经 波尔经的出现 波尔经的出现 这个波尔经的出现 这个波尔经的出现 基本上 它主要 特别是 这个波尔经是属于大圣 那么 它是在 所谓的发挥无我的声音 我们上次有讲 生化 生化无我关 圣生无我关 那么广化 广化菩萨戏 就是我们上次有讲 广化菩萨戏 所以 一般 一般在波尔经里面 像大智路论 它是在说明 身光管弦的菩萨道 就是由这个 那么我们说 它是身光管弦的菩萨道 身光一部分 就是中波尔 波尔就是什么 正实相的智慧 基本上就是解脱的智慧 那么 道彼岸 这个波尔密是道彼岸 不道彼岸 到哪里来彼岸 到生死的彼岸 这个身光当然就是 从无我 这声音 暗暗的无我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 到布派的时候 那无我 变成一个无我 法于我 那这个 初级大圣的一些 一些 就是一些修行者 他认为 你这样的说法 不符合我的生意 所以他来发挥我的生意 另外 从 从这个 修行者的 所谓 学习佛法的目标 以及他应该要利益众生 这一部分 那么 从佛陀的本身 所以我们说 佛法有佛所说法 佛所正法 跟佛所显法 佛所说 佛所正 跟佛所显法 那佛所说的基本上 一般来讲 不是教众生语物得解脱的 一般我们说解脱到 但是 他所说的无我 无我里面 那么 他所正的是无我 他所正的无我 那么 就从他所说的里面 去发挥他无我的生意 然后 从佛陀这一生 跟他过去生所行的 来说明 利他 利他行 那么 可以发现他 佛陀本身是重在利他 所以医生导师 总结佛法 两个 这个无我 一定要断尽 所有一切烦恼 和尽心 他总结佛法的两大点 尽心 第一 利他为上 尽心 第一 利他为上 尽心 第一 利他为上 尽心 这个是 所有修学魔法的核心 也是 也是 所谓这个大制度论的 一个说法 就是他 写这一本论的宗旨 好 那从这里来讲 那所谓的 就是原来说的解脱刀 那么 医这个 那变成什么 菩萨道 就变成菩萨道 所以就变成身官广行 那所谓身官 就是身华无我 对 这一种 这一种智慧 那广行 就是广行利他的菩萨道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 大制度论里面 当然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修学的一个核心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 这个就是 在讲大制度论论之前 那我们先把这一些 所谓他的背景知识 先理解 然后再来讲 翻译的人 叫做 JOMOROS 翻译者 叫做JOMOROS 中国有四大义精师 所谓的四大义精师 他有两种说法 那 那 一般 英国人比较常说的 就是 第一个就是 罗史 罗史是 东晋时代 五胡十六国的人 我们说 从秦朝 汉朝 然后汉朝之后 他们就三国 那三国以魏为主 我们说 一般来讲 佛法的一个 主要的流行时代 在魏晋南北朝 那这个大概在晋 然后晋的 晋的那个十三 就是所谓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 有什么叫做 隆晴 以他的秀为主 那这个国主是姚心 所以叫做姚晴 那怎么说姚晴 就有我们罗史 是他一定是一个是罗史 那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真帝 真帝是在南北朝时代 辽宁帝时代 魏 魏之后就是进 魏是三国 我们通常说魏晋南北朝 魏是魏蜀的魏 但是以魏隔阵头 历史上是这样 因为他 曹操想要天使命处红 魏前面 魏就是什么三国时代 三国是魏所属 那 前面就是汉 汉末就进入三国时代 然后在前面就是秦 秦始皇 那佛法照理讲 应该秦朝就有出家人了 秦朝就有了 但是没有流行 因为秦始皇那个时候是修 修仙的 要修长生不老的 他信仙道 而且他焚书坑乳 就是他焚书坑乳 然后就是他对于这一些其他的 他不太信 那讲道理的他可能不太信 据说 那么秦朝已经有一些 一些出家人 18个人 叫做四立房 他是这样 这个四立房18人到秦朝 出家人 但是被秦始皇关起来 在社会上开始有一些流行的时候 秦始皇就禁止 禁止拜佛 所以他说禁不得止 那个时候的佛班就不得 不得 不得 就是禁止你拜佛 不可以拜佛 那秦始皇 其实这个时代基本上 何管没有流行 到汉朝 大概东南西汉之间 西元前 前五十年 到西元后 四十二将军是西元 大概一百多年 但是之前就有了 四十二将军不是第一附近 四十二将军其实不是 只是流传下来的他是第一部 那么之前就有了 那个时候 四十二将军还没流行的时候 已经有出家人 而且就是说一些佛法 知道有舍利佛 有穆建年 有摩爷夫人 有佛陀 这些大概就已经有了 然后汉朝 汉朝那个时候已经有出家人 但是还没受建 还没受建 那而且 汉朝的皇帝也禁止汉人出家 禁止汉人出家 但不禁止胡人 就是从印度南的人 出家人来 但禁止本身的汉人出家 但不禁止印度人来 汉英穷 不禁止 禁止这样 到了魏三国 汉末魏三国 然后之后就禁 就司马懿投兵 投兵嘛 这个时候 就进入所谓的五十六古时代 罗什在那时代 那罗什会过来 也是所谓的姚心一请他过来的 那姚心之前 姚心之前这个禁 还有一个福坚 他叫做福寝 福坚本来就要去请罗什过来 那福金是在这个 也是东晋这个时代 他要请这个纠摩罗什过来 但是那个时候纠摩罗什 纠摩罗什 纠摩罗什住在所谓的 我们说西域 是在新疆那一带 那这个 他的爸爸是印度人 但是到了西域那一带 这个就是 我们叫做丘之国 我们是讲这个四大一集 等一下再来介绍罗什 那么这个等一下再来介绍 先讲四大一集 先讲罗什真地 真地是南北朝的 那南朝有送起良城 北朝有北魏北起北中 就是那么进之后 那有所谓的南北朝 好 那真地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容易 叫做玄壮 玄壮就是唐朝 魏进南北朝 然后南北朝之后 进入统一是水朝 水朝 水朝之后是唐朝 然后就 水唐宋元明清 历史上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记一下 水朝 水朝跟秦朝都很强大 但是都三十几年就没有了 然后之后是唐朝 那汉朝就比较长 然后唐朝也比较长 那秦朝跟水朝都很强大 但是都三十几年就没有了 那唐朝的玄壮 玄壮既是四大义进之 也是三大区印度取经的 取经的主要者之一 那么之后 这两个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讲义进 然后另外一个讲不空 那不空是唐朝过来的 义进也是唐朝 那这个都在谈谈 那这个是所谓的四大义进之 或是把义进幻想不空 但是不空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少 因为不空翻译的都是秘教的经典 那秘教的经典在元朝以前没什么游行 因为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只在宫廷流行 元朝是很古人 他是信奉藏传佛教的 也叫信密教 但是在元朝也没什么流行 那大概到了元朝之后 到元朝之后 密教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咒语 那么就慢慢流传 就编入显密楼文 大概是这样 那在我们的很多华会里面 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那这个是所谓的四大义进诗 或是把义进幻想不空 那罗子是四大义进诗里面的 最主要的 那罗子以前 罗子以前 那么我们翻译以罗子来做分水里 罗子呢 就是我们毕经 毕经的时代 毕经的时代 区分就是以揪摩罗子为主 那罗子的翻译是才异义 所以它的经典很容易备受流产 那等下我们再来讲 讲为什么会这样 那罗子以前的 罗子本身 那么因为后来有所谓的玄奏 玄奏跟罗子的一个最主要差别 罗子是才异义 所以它翻译送起来很流产 我们现在说的 娃娃经 阿弥陀经 金刚经 那多数 我们在送的经典 基本上都是以罗子翻译 除了先兼用玄奏版的以外 先兼是有玄奏的 其他都是用罗子的 那么玄奏是采首位的旨意 比较符合范文本身的意思 但是它这个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那么罗子都采异义 罗子以前 那么因为玄奏 那后来建立另外一个翻译的 翻译的规矩跟翻译的典范 所谓玄奏跟罗子 比较起来就叫做心意跟旧意 玄奏叫做心意 那么罗子就叫做旧意 罗子以前的 罗子之后的叫心意 罗子以前的呢 罗子以前的翻译经诗里面 比较有名比较有贡献的 叫做祖法墓 祖法墓就是敦煌菩萨 通三十六国人 祖法墓也很厉害 但是它不在四大意经诗里面 就从罗子开始祖法墓 祖法墓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祖法墓它主要就是 就是罗子以前的这个鼓励 包括祖法墓根本在里面 这都鼓励 那鼓励时代很多东西都固定的确定 这都鼓励 所谓印经是以 揪摩罗子 那么唯一个分水里 揪摩罗子以前的叫鼓励 揪摩罗子之后叫心意 应该是这样 这个就比较 没有 就是很多不同 这个叫鼓励 应该是这样 揪摩罗子以前的叫鼓励 揪摩罗子以前的叫鼓励 揪摩罗子以后的叫心意 比较再来讲一下范略今天 那这个是四大义经诗 那玄兆也蛮特别的 玄兆除了是四大义经诗 也是三大 三大去印度西行取经人 这三大西行取经人 去印度取经人 那如果是取经的人里面 主要有四个人 如果是西行取经的话 基本上有四个人 那么这个如果是去印度的话 那就是三个人 就我们顺便讲 西行取经四大师 那一把他过去讲三个 那其实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诸世行 诸世行也是出教人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出教人都是自己的姓 都是他师父的姓 姓主就K主来了 然后类似像这样 姓知 知千知称 这个是从若知果来的 类似像这样 以他的玻璃 那那个时候 诸世行 就是去拿 拿柏洛杰的 放到柏洛杰的 我们刚才讲 大平柏洛杰的 那是他去到那边 八十岁回不了 叫他地址送回来 其实是这样 然后后来再翻译 那这是第一个是诸世行 但是诸世行没有去到印度 去到渔田而已 就新疆呢 他只去到渔田 那么没有去到印度 所以去印度的 去印度的 他都包包在里面 但是往西取军的 他包包在里面 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出家人 中国第一个出家人 而且有受戒 有受戒的 第一个出家人 那他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出家人 他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出家人 而且有受戒人 他是第一个去取军的 他是第一个去取军的 因为 因为 资罗家政 汉国的时候 就是三国时代的时候 汉国那个时代 三国那个时代的时候 这个资罗家政就把 波罗金换替过来 叫做道行波罗 道行波罗 那 朱世喜就开始讲道行波 他是讲了讲了觉得不顺 他都觉得这个街没有完整 所以他就决定要去西域 因为那个时候西域 印度基本上是都放在一起了 他就觉得要去拿原本回来 所以就到云田就拿到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这个两万五千宗 这个放波罗金 然后他拿那个是放文本 然后他派他地址送回来 因为他走不回来 那个时候没有车 可是用走 那是骑马 那年纪太大放不回来 他就是为了讲波罗金 然后去西域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说示范取军师 就是这个没有到密度 但是他其实是第一个人 他其实是第一个 再来就是东晋的滑写 他们年纪都大了 滑写也很诡达 东晋时代 他是算是比玄奘 玄奘去的时候是年轻的 而且他还在长安城先背那个 他要去印度之前 他要先背那个沙刀 然后练脚印 是啦 玄奘 那滑写是年纪大 滑写跟玄奘不一样 滑写是很多人一起要去 总共有十几的人 然后半途退出的 死在半路了 最后去到印度 只剩下两个人 那一个人约一回来 玄奘说我来取写 就是要把写带回到中国了 我一定要回去 只有他一个人回来 这个滑写也很伟大 真的 如果他把写才算去 你就知道 他为了罚 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去喔 十几个人半途退出的 因为去到那个斯江湖 哪一个地方 很多人看到是他们大胜 他们都不愿意让他住 不愿意召拜他 这个很辛苦 就很多人都开始退休 去啦 就是总共没有十几个人去 半途退出的 中途退出的 死在半路了 爬那个雪山 八七七早上被那个雪山 死在那边了 生病 死在当地 就还没到印度 还没到印度 就走的走 走的走 死的死 只剩下两个人 到印度 那么一个人觉得这里是佛国 这里是佛国 中国那个地方是遍地 因为没有欺验 因为没有什么 那所以他就不愿意为 他就留在这里修行成就 把他写说不行 他也劝他留在这里 难得到这里来 这里的环境这么好 诸上善人聚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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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这里是九死一生啊 那你应该在这里好好 修行成就 我还写说没有 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这些 绿点跟间点带回去 那一些人 没有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 我就是要把这些间点带回去 你成就这些 我一定要回去 就算死在范围山 我也要回去 跟玄奘一样 玄奘就是 就算死在范围山 我也要去印度 零像西天一度死 不像东土一度生 我告诉你 这种 这一种其实就是胡萨道的精神 很伟大 真的很伟大 那另外一个可以批评的就是 建政大师 建政大师要把佛法传到日本 作传的 失败好几次 甚至到最后眼睛瞎了 他也决定要去 这个也是很伟大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可以学习佛法 都是靠这些坚持不谢 这种就是我们在讲的利他的精神 利他的精神 那我们才可以坐在这里 讲故事听佛法 那我告诉你 以前的人 真的是 他们那种位法 在玻璃址 莫也强到这种精神 玻璃址都强到这种精神 那的精神 利他为善 那这种法险 法险是六十几岁去的 六十几岁去的 然后 回来已经 已经八十岁 玄奘是年轻的时候就去 二十几岁的样子 三十几岁二十几岁去 那所以不太一样 那法险是很多人去之后他一个人回来 玄奘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 那法险回来的时候是 走路去坐船回来 玄奘是走路去走路回来 意境坐船去坐船回来 理由不太一样 这是你如果比较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意境 玄奘 玄奘之后才用戒 玄奘是为了理解师利用起的 法险是为了戒律去的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戒律还不很多 法险是为了戒律去的 当然其他的经元主要是为了戒律去的 那意境 不是意境 玄奘 玄奘之后才意境 玄奘是唐太宗时代的 意境是武则天时代的 武则天是唐朝唯一信仆的皇帝 其他的皇帝其实都以道教为主 虽然玄奘很尊重 但是基本上以道教为主 除了武则天 是以佛教为主 这个是玄奘的十大 另外就是义戒 这个是四大义经师 四大取经师 但是到印度的经理就三大 好 那这个是我们讲的顺便讲 就顺带讲 那武艺跟西境又有些什么不同的差别 那奥运来讲 这个是俊博罗斯的翻译 大制作人也是俊博罗斯的翻译 摩洪波尔波罗密基也是他翻译的 那么就是他翻译摩洪波尔波罗密基 然后也翻译解释摩洪波罗密基的大制作人 这两个都是他翻译 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 前面讲俊博罗密 那么 这个是由卢史确定 之前不是一定不是我文 之前比如说厨房 他的人是我文卢士 或是文卢士 或是文卢士 或者是文卢士 或是其他的 那么 到了楼子之后 用卢士王 后面玄奖里面对面用卢士王 那当然玄奖里面确定了一些翻译的规矩 比如说五步翻这些 那还有一个比较 以前很多的译词都没有确定 比如说五月色寿小玄士 那你会看其他早期的有时候讲 色透小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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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其他的方法 就很多种 比如说翻玉流 玉流 玉流 玉流是出国玉露正流 早期翻译是什么 沟岗 沟岗 就是水流进入的地方 沟岗 那沟岗一般人哪里知道是什么 就是这些翻译到了楼子之后 基本上很多东西开始确定沟岗 就是当时有一点杂乱 到楼子之后很多东西都确定 不过楼子翻译的有一些也固定被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玉 我们现在很常见的五蕴 五蕴是玄兆翻的 五蕴是玄兆翻的 玄兆翻五蕴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讲五蕴 那讲五蕴应该是受到心经流行的影响 因为心经都照见五蕴之后 讲五蕴 那若子基本上翻五蕴 所以在看大附近五蕴 他讲五蕴 其实就是五蕴 五蕴 那若子以前的基本上 五蕴 之前的五蕴 这个是五蕴 这个是代表而已 他很多 这古蕴 这个旧蕴 这个心 若子以前翻什么 翻五蕴 五蕴 通常翻另外的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对照你才知道 不然不太知道 好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 讲到翻音就是代表 好 那现在讲螺子 现在讲螺子 就译者是螺子 秋魔螺子这个人 我也有传奇性 他是邱之国的 邱之国就是现在新庄的库居 那因为这个 秋之国的 所以现在新庄的库居 那这个用台也有什么 咕咕咕嘛 不挤不挤 不挤不挤 但是我们现在北方英文就变成龟 那因为音有一点就是 就是他有一些转变 那这个是用米兰花音 他的音音比较短 咕咕咕咕咕 所以我们在这边叫秋之 秋之国 那他是秋之国的人 那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叫邱摩罗 邱摩罗耶 他的妈妈叫祺婆 邱摩罗死其实是 这个邱摩罗 这个邱摩罗其实就是死的音译 这个是邱摩罗 所以他其实是娶父母的名字合在一起 叫邱摩罗死 邱摩罗 邱摩罗是娶父亲的 死是娶母亲的 所以说邱摩罗死 那一般我们会把它换作同宋 那他其实 他这个音是起父母的名字的 邱摩罗死 他是故居人 那这个邱摩罗也 邱摩罗也是印度人 他是印度人 但是他的妈妈是秋之国的公 国王的妹妹 他是印度人 那在印度 当时他是做宰相 类似像宰相 然后他是契相出家 他爸爸本来是出家的 就是他本来做 做类似像 比如我们现在的行政练长 类似像宰相 然后后来他出家 那出家的时候他到秋之国 就从印度到秋之国 因为印度是这里 然后就走走走 往北 往东 往东 往东就到秋之国 然后再来就中国 他的爸爸邱摩罗也 所以我们在出家之后 因为就是去红榜 然后到秋之国的时候 被秋之国的国王 看散了 可能长得也很装 也很能说散道 然后就强迫他 一定要跟他的妹妹结合 他的妹妹就是 后来秋末罗斯的妈妈 然后强迫他要跟他结合 结果后来秋末罗斯 秋末罗也没办法 就跟他的国王的妹妹结合 结合婚 第一个生秋末罗斯 然后还有生一个 就是他的弟弟 两个人 两个人没有多久之后 这个功 这个祈福他的妈妈 就去出家了 而且出家 是带着秋末罗斯出家 后来他爸爸好像就留在那个 留在那个秋之国 但是他妈妈后来出家 他妈妈后来正国 听说祈福罗斯去中国 是他妈妈叫他去的 听说了 我们也不太知道 那后来 后来这个祈福罗斯 我们说他 祈福罗斯这个人很厉害 其实就会被阿古塔 然后他的妈妈带他去 亲近当时的有名的学者 那个时候学阿哈 学阿比塔 都学会 后来回国 要回 就是他去印度 要回秋之谷的半路上 又遇见大圣行程 所以他又跟他学 那个时候他就转大圣 学这个中文啊百论啊 这一些神文 后来这个秋末罗斯 就懂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个时候 据说他妈妈要他到中国 那当时他那个时候就 就是还没到中国 他就是在秋之谷讲经 那个时候他在秋之谷讲经 而且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就是年轻有为啊 他十几岁就增大就讲经 而且很会讲 那这个名声就传到中国 中国那个时候看到是报案 道安就是东晋的时代 东晋有三个 撑起那个时代的佛教 东晋有三个 司徒三个 整个佛教师 以他们为主 其中主要就是道安 道安对我们的联想很大 道安的师父叫做佛崇臣 以神通主 然后感化这个十五十二 他的学友也很好 但是很可惜他的一些 观念跟书啊道理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流出来 道安之后是谁 慧臣 这三个人就是当时 当时佛教的三个住者 真的 就这三个 那道安 而且是道安 道安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第一个 开始有早晚课 是道安开始的 那个时候之前是没有早晚课 大家不知道早上过什么 道安开始有早晚课 而且规定吃饭前要念什么 送戒之前要念什么 就是当初规定的 那我们才开始有所谓的 我们现在早晚课是明清之后的 但是他当时开始有设早晚课 然后有设定 这个送戒之前要念些什么 有一些遗鬼 他规定的 而且他的时候他开始 最他比较大的贡献就是 他要整理荆屋 荆屋 收集 而且考核 这些荆是谁带过来的 然后谁翻译的 那么就是有考据他 后来可能我们来研判这个荆 这个荆屋到底是不是尾荆 是不是 基本上很多都是因道安的荆屋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这个荆到底是 什么时代出现的 如果那个时代 他说起当时所有 所有这些荆屋的乃荆 然后谁翻译什么时代 那么如果没有 就是当时他就有这本荆屋 不知道是谁 他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是很大的贡献 对学书学来讲 道安的荆屋是很重要的 然后道安涉入这些规定的规矩 早晚课 然后这个送接要念什么 吃饭要念什么 这个是他规定的 他开始整理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从道安之后出家很多信誓 弥天是道安 从道安之后出家很多信誓 所以我们是什么是什么 这个是道安 那四季里就释迦 释迦盟友 以释迦为信 好 那这是道安 道安跟罗史有点像 那么 道安当时 道安当时就知道有罗史这个 罗史也知道有道安这个 罗史也称道安是中国的这种圣人 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 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都有目 那道安 道安时代是浮奸 浮奸 所以叫做浮奸 那浮奸是信誉 他就是让浮奸去请罗史过来 那浮奸 浮奸后来就派乙光 乙光 他本来就请罗史过来 可是那个罗史那个时候在秋之国 秋之国往不放来 据说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从历史上 他肯定是另外一种说法 因为他要去把同习律啊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从佛教的说法 当然会比较着重 这个罗史很重要 他派乙光派个十万大军 十万大军 那么去 因为秋之国不放了 所以他就派乙光去秋之国把罗史取回来 那听说是 福建非常追作道 那么道安也是福建派十万兵 派十万兵请过来 也是 你说道安跟罗史两个人像 都是人家去抢人的你知道吗 他非常重要 然后去请来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吕光派十万大军 去秋之国 打败秋之国 要把这个罗史请回来 请到半路的时候 发生了 福建 那个时候时候东进西进 西进偏安将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福建派很多兵 要去打那个西进 结果回水之杀 回水之杀 回水之杀 以少胜过 以少胜过 然后失败了 没有多久福建就死了 那吕光 吕光 吕光 破了秋之国 把罗史带回来 走到半路 听说福建已经死了 那这下回不去了 那么梁州那个时候梁州刺史 就建立他梁州 结果他就葬立梁州为王 所以他就建立梁 他说梁 梁大梁 大梁国 那史称 这个吕光建立大梁国 他就把那个方 他就以 因为他的军队很会打仗 而且很有力量 他回不去了 因为福建里兵败 兵败回水之杀 死掉了 没有多久死掉了 人绕死掉了 然后他回不去 所以他就占据梁州为王 这一占据 那宇光是不幸福的 宇光是不幸福的 所以他是变带的丘头子 他一眼也不中动他 所以你看 世间多变化 揪摩罗史 没有办法 发挥他奖金的这个才能 这一忍洞 就是被冰起来 一忍洞几年呢 十七年 玄奘去印度取冰也是十七年 玄奘去印度去冰 揪摩罗史被冰起来 我们说打路人工 被冰起来 十七年 再两周十七年 但是揪摩罗史可能很厉害 你看一个那么会奖金的人 大家都恭敬的人 现在还看见办法了 而且一动就动十七年 但揪摩罗史他也不会埋怨 他就趁这个时间 因为秋之果是七年 印度啦 中国来来往往 那里有一条 那里有一条文件是 很多商务国 那很多国的语言 所以他的语言 他之所以一到中国来之后 后来姚欣又打败了 过了几年 是七年之后 那么 这个姚欣组长的时候 就要去请揪摩罗史过来 然后又打败了 那个时候驴光已经死了 驴光的儿子都是驴光 那么又打败了他 然后把揪摩罗史再请到中国来 这个时候揪摩罗史开始翻译奖金 那就形成古风场 那么他之所以翻译那么好 就是这十七年 十七年他都在学习 所以你看看 就算你现在的距离不是很好 但是这合场不是一个 让你安下来学习的机会 他之所以后面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即使就是他被动起来十七年当中 他不断的学习 而且不放弃 他知道这个以后有机会 就算没有机会 下辈子也有机会 但是他就不断学习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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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机会是有给我准备的 真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或在 在这个人生的路上 有时候不太顺 有时候会有困境 但是这个困境 所以你要我们叫做叙事待发 你要准备力量 一有机会你就跳起来 不飞则以一飞冲天 不冥则以一冥金人 这个都是这些主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真的 你看一个人那么厉害 一个人那么厉害 一困就困十七年 理工不学佛 一点也很难讲 你看 那个福建那么信任他 就要请他过去 道安那么重养他 两个人互相重养 那后来 道安没有办法等到罗死 罗死来的时候 道安已经不在 所以那个时候罗死就跟道安的徒弟 叫做慧远 藏友书姓王 那么后来就被编成 他们的书姓就被整个大声大音 就讲这个 那这个事我们讲到罗死 那罗死 罗死当然也有后来听说 他也被被迫跟公民结婚那什么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可能是不是付出他父亲的故事 我不知道 那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 那就是他的父亲 基本上是被被被迫 跟他的妈妈结婚 那个是邱姓王的命 但是他的妈妈 其实生下罗死大概 罗死七岁还是九岁的时候 他就带着罗死去去家 九岁的时候 他就带着罗死去去家 他的弟弟应该是留在邱姓王 然后他带着 他带着罗死去去家 然后去学习 他妈妈好像 不算据说有正口 但有些说是正阿罗 正阿罗 正阿罗 好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 所谓 揪摩罗死 这个是义者 义者 翻义的人 那个时代 大概就是我们说 在东晋 魏晋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 是学派的佛教 就是说到中国我们说最早 最早有所谓的学习这种 最早有学习这种风气 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最早就是波勒经济 然后有所谓的六加星庄 就东晋 晋 他后来分东晋跟西晋 东晋 那么开始有所谓的 一波勒经 那个时候流行波勒经 那那个时候波勒经跟老庄学台 就是竹林七贤 他这种风格的世界是很像的 所以 所以基本上波勒经一进来的时候 就开始流行 就开始流行 流行有所谓的六加七种 就是在讲这个波勒 当然是以道安为主 那之后就进入南北朝 南北跟北桓 南边是送起两层 北边是北魏北齐北重 这个对我们佛教影响也很深 影响也很深 那特别是南朝跟北朝都出了一个皇帝 对佛教影响很深 南朝就是 南朝的皇帝就是梁母帝 送起两层 梁母帝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他从梁母帝开始 菩萨界非常恭喜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吃素 吃素是从梁母帝开始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